辽越5万球迷预测MVP 不是郭艾伦 中国南南二大王牌让姚明激动 现在整个CBA已经到了21轮的比赛 在这21场比赛里面 也是出现了很多的黑马球队 包括辽宁队 辽宁队一直都是很稳 广州已经进入到前8名 郭世强教练确实是非常的牛逼 然后就轮到上海队 上海队的李春江他确实也很有能力 他今年已经帮助球队杀入了前3名 按照这个区域打下去 上海有可能会成为本赛季的最强的一匹黑马 毕竟他在今年投入了这么多金钱物力 我认为也是有可能会拿到战绩的 现在也有一些球迷开始提前讨论MVP的归属 CBA常规赛的MVP谁可以拿到呢 现在有好几个人供大家选择 首先第一个郭艾伦 郭艾伦的能力没有什么问题 他在前面几场比赛里面场均可以贡献25分 和拿到8个以上的助攻 我认为郭艾伦应该是最有能力 可以拿到这个奖项的 但是按照MVP的这个评选的规则 现在要求常规赛必须要到达26场以上才有资格去评选 第二就是他们所在的俱乐部战绩 要在前12名 也就是要进入到季后赛 个人累计得分要到前12名的球员 这可以看得出现在辽宁队的郭艾伦也确实很有能力 但是现在出现了两大黑马 一个是胡金秋 胡金秋在今年帮助浙江广沙队拿到了很多的成绩 为什么他离开了李春江 依然是可以飞天动地呢 我认为胡金秋在里面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 第二个是谁呢 他就是沈子杰 沈子杰今年在深圳队确实是帮助了深圳队走得非常长远 可以说有沈子杰的深圳队可以打爆任何的球队 没有沈子杰的深圳队 那就是中下游了一个球队 所以今年在缺乏周期的情况下的话 我个人觉得 这两大王牌有可能会成为一匹黑马 在今年的比赛里面 他们这两个文化也是让杨明觉得非常的放心